大家好 这里是大试院 现在是早上7点的午 起床起晚了 现在要去赶第一班666公交车 666公交车在红谷滩黑道中心 坐公交怕来不及 打个车吧 十几块钱 海昏侯在新建县大唐平乡的关西村 距离市区有40公里 所以这个公交车属于旅游转线吧 车次比较少 一天只有三班 如果早上不坐第一班的话 有可能回来的时候没有公交了 得打车 红河谷树柳镇 哎呦 还是打车快啊 十几分钟一到了 差点来不及了 现在是7点20几了 听说这个车是7点半 打完赶快 这个班次比较少 所以都没办法 哎呦 还是不能睡暖觉啊 就是眼前这个车了 在非节假日和周末一天只有三班 分别是7点半 9点半 14点半 今天是星期一 人还挺多 中途一共会停4个站 沙井小区 丰河北大道南口 珠江路地带站 长江路地带站 票价10块钱 可以刷公交卡 全程40公里 70分钟到达 咱们正好可以在车上睡个回动觉 一觉醒来 到了 真好 问了一下司机师傅 反乘的车 没有加班车的话 最后一班12点半 4个小时应该够了 这个666的重点站 就在这个海昏猴大门口 大门口两边建了 两座楚汉风格的雀 公雀 木雀是古代帝王才能拥有的 也就是大门的意思 所以海昏猴的等级是很高的 在里面修的好大呀 这边是大门 海昏雀 首先广场上有一座雕像 西汉遗运 后面是一道根据海昏猴遗址出土的农行浴室设计出来的一道门 前面则是六匹骏马驾驭着刘鹤的农脸 刚从汉代的门里面开出来 穿越到了现代 咱们看一下地图 总共游战的地方有三个 游客中心 博物馆 郭敦院 郭敦院就是刘鹤夫妇的墓 然后地图上还有南部墓群 西部墓群 紫金层遗址 观光车并没有带我们去 第一站我们到游客中心 海昏猴叫做刘鹤 是西汉的第九个皇帝 汉废帝 汉废帝挺惨的 就在位了27天 因为不想做霍光的傀儡 所以登机之后就想除掉霍光 因为阴谋败露了 被霍光废掉了 最后在元康三年被汉宣帝封为海昏猴 海昏是一个地名 就是在咱们所处的位置 当时这里叫豫章郡海昏县 神爵三年 刘鹤去世就被埋在了这里 海昏猴的爵位 西汉所封 一直延续到东汉 一共传四代 刘鹤为第一代 咱们先来买票 票价是60元 观光车15 但是一定要买观光车啊 因为里面特别大 右边是自助搜票区 这里面还有个套票 包括汉服游园 边中剧场 观光车 踏片制作 设计 文创优惠券 猴国加尼 这些东西都是在售票厅的二楼 咱们就不去了 票买好了 又没给钱 就套了15 买了个观光车 南昌往来一周 门票是一分钱没花 真好 咱们现在出发去第二站 海昏猴国遗址博物馆 从游客中心到博物馆有1.5公里 所以还是得坐车 现在咱们到了海昏猴国遗址博物馆 超级的大 门口有一块海昏猴国疆域图 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 海昏猴国和海昏县是两个并行体系 只能管理自己的小地盘 不干预朝政 无军权 也不能干预海昏县的行政管理 咱们带大家到博物馆里面去玩一下 整个遗址公园是开放的 等于60块钱买的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门票 其他地方都可以随便去 只不过汽车不让进 走路的话去哪里都可以 智慧讲解器30块钱 押金200 这个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上下两层 进门后的大厅里面是一块巨型浮雕 重现了当年的海昏国盛况 在浮雕的中央 树立的雕像就是咱们的汉废帝 第一代海昏猴刘鹤 长得还蛮帅 博物馆由四个展厅组成 第一个展厅是金色海昏 分为三个部分 一楼是第一部分 豫章海昏 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 汉豫章郡 海昏县是汉代设置的县 是当时的豫章郡的十八县之一 管理范围是如今的新建区北部 还有永修 安邑 武宁 静安 凤兴五个县 豫章郡管理的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 豫章郡在唐代被废除 海昏县则在南朝被废除 第二单元是海昏猴国 汉城秦治 郡国并行 汉元康三年 薛立封刘鹤为海昏猴 旧国豫章郡海昏县 十亿四千户 刘鹤一脉在此经营海昏百余年 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共四代海昏猴 刘鹤是第一代 海昏国就相当于一座小小的县级城市 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税收 不能干预朝政 不能拥有军队 就连海昏县的行政管理也不能干预 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两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天就以收税为生 过的那叫一个逍遥自在 无忧无虑 只要不改朝换代 他就能永远的快活下去 这就是海昏国的都城 紫荆城 也叫昌义王城 因为刘鹤被封为海昏猴之前 就已经沿袭了他老爸的昌义王 封地昌义国在今天的山东巨野 昌义国的土地被收回了 重新把他封到这里 汉代的山东比这里富裕 明显的有一点被贬来的意思 下面到了第三个单元 刘鹤世家 刘鹤的老爸叫做刘伯 是汉武帝刘车的第五个儿子 母亲是孝武皇后 刘伯被封为昌义王 救国于山东巨野的昌义国 死后由他的儿子刘鹤沿袭 昌义国一共延续两代 就被废除了 刘鹤本来可以在他的昌义国当个王爷 逍遥自在 过完一生 谁知道被霍光拉来当皇帝 打破了生活的宁静 好戏不长 只干了27天 就被废掉了 废除的原因就是 刘鹤目空一切 目中无人 无拘无束 无所顾虑 然后还要除去霍光 霍光便整理出了 刘鹤在他27天内犯下了1127条罪状 将他废除 不仅把他的皇帝给废了 连昌义国也给废了 昌义国的群臣倒大没了 霍光以他们没有禁止教导昌义王 使得昌义王误入歧途 二百多人被全部斩杀 昌义国被废除 又降回山阳郡 从此刘鹤沦为平民 元康三年 汉宣帝又封刘鹤为海昏侯 刘鹤一脉又在海昏延续了数百年 传四代 直到东汉末年灭亡 现在到二楼了 首先是第二部分 王侯卫营 用五个单元展示了刘鹤的财富 第一个单元是 刘鹤目西侧有一座真车马陪葬坑 是长江以南地区首次发现 陪葬了五辆独州安车 二是匹马 则是汉代王侯出行等级最高的四马高车 还有摇车六辆 月车两辆 均配有驾车慕容 车马上都装饰有工艺复杂 做工华丽的装饰品 彰显王侯的尊贵身份 第二单元是 宁悦艳祥 刘鹤十分注重美食和美气 追求风雅排场 对催剧 石剧 酒剧 以及登 熏炉 席镇都很有讲究 吃饭的时候还有歌舞音乐 海昏侯有一支大型的歌舞管弦乐队 拥有乐器边中两组 边庆一组 以及琴 色 排销 声 最后还有数十尊 积乐容 第三单元 衣装盛世 刘鹤目里的纺织品都已经坏了 但是发现了记载衣物的目睹 记载了刘鹤出则锦衣玉带 身配侠里农营 墓中出土了许多梳妆用品 配玉 七年 剑剧 反映了刘鹤十分注重一种仪表 同时也彰显了汉代男性贵族的仪表封上 第四个单元 堆金俱壁 西汉是黄金为上壁 西汉也是一个多金王朝 刘鹤目中出土的有前朝的丙行金 楚金板 还有西汉新柱的鸟蹄金 宁齿金 坐用万金的刘鹤目中一共出土了黄金器物478件 各种黄金115公斤 这是中国汉墓发现的黄金最多的一次 见证了西汉的黄金时代 同时还出土了堆积如山的五珠钱 十几吨 刘鹤早就不招黄氏代金 而且刚封到海昏才四年就死掉了 这些钱不可能是在海昏赚的 其实刘鹤是个富二代 这些钱都是他老爸留给他的 刘伯是汉武帝第五子 刘伯和他的妈妈女夫人一样 都备受汉武帝宠信 受到了许多赏赐 再加上昌义国的24年 国的地盘要大于侯 税收也更高 才搞到这么多钱啊 第五单元是闲情雅趣 海昏侯刘鹤的墓出土了许多月起 寄月墓有 古捉汉宴 飘香墨河 文献 棋盘 两周古铜器 大量的竹简书籍 雅智玩剑 反映了刘鹤不但喜欢五文弄墨 娱乐竞技 而且还爱好奇珍异宝 展现了大汉王侯的闲情雅趣 最后是第三大部分 如风南复 从汉武帝实行 霸术百家 独尊儒术开始 儒家成为了正统思想 孔子的地位正式确立 在海昏侯墓中 不仅出土了大量的儒家经典 还有这一面 孔子像 七一镜 这是迄今为止 所有载体上发现最早的孔子像 正面会有 东王公 西王母 以及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四神图 打开这个门 里面就是一面 青铜大方镜 背面会有孔子 及其弟子的画像 此外一镜上还有1850个字 描述孔子的600字 其余为一镜副 这是一件复制品 原件还在修复当中 这是其中一块零件 期待七一镜原件 尽快面试 现在到了第二展厅 遇见海昏 文化体验互动展厅 就是让你逛累了 在这里娱乐休闲一下 设置了许多游戏 最大的看点就是这个 裸眼三地 带你走进大汉王朝 皇上驾到 然后就是第三个听 书香海昏 海昏简读特展 简读之书 源起于战国 流行于先情 兴盛于两汉 海昏侯木出土了大量简读 笔法丰富 搜放自如 是西汉中晚期 成熟稳定的 历书 海昏简读既有历书之沉稳 又有楷书之 活跃 具有较高的 艺术审美加持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去年我去了湖南湘西 农山县的 李叶镇 在李叶古镇的井里面 出土了 三万六千多枚 琴简 其中有一枚 就是对南昌的记载 这是迄今南昌 最早的出现 比海昏侯 青铜座上面的南昌 还要早一百多年 也证明了南昌县 在秦朝就有了 最后就是第四个展厅 单漆海昏 海昏漆漆器特产 中国是世界漆器工艺的 发扬地 汉代达到了漆器的 鼎盛水平 海昏侯木 出土了许多漆器 这些漆器是 江西汉代漆器 首次大规模的出土 是全国西汉漆器 出土最集中 最系统的一次 品类多样 数量巨大 造型精美 装饰华丽 工艺精致 价值 尊贵 这些华丽的漆器 不仅是海昏侯 生活享受的需要 也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没有了 咱们去坐观光车 去刘鹤的墓里玩玩 博物馆的出口 是个超大的文创店 什么都有 喜欢的可以买点 现在从出口出来了 地上有路标 沿着路标 去坐观光车 现在咱们要去第三站 也就是最后一站 郭敦苑 郭敦苑就是刘鹤墓 从博物馆到郭敦苑 也差不多1.5公里 不坐车扛不住的哟 而且从郭敦苑返回大门口 还有3公里呢 远处那栋建筑就是刘鹤墓了 这里的风景还真不错 现在到了郭敦苑的东门 参观线路是东门进北门处 在2011年附近的群众举报 这里有个古墓被盗绝了 所以进行了发掘 它是中国目前为止 保存最好 结构最完整 功能布局最清晰 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 西汉猎猴墓 占地4.6万平方米 有两座主墓 7座附藏墓 门阙 门阙了 在古代门阙是身份的象征 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 再往里走 就来到了宁元的围墙 一共有9座墓啊 咱们都来看一看 都埋了哪些人 这个是第一座 M3副藏墓 这里面的官国饮腹呢 一共出土了30多件青铜器 陶器 这一座是M4副藏墓 墓内有一官一国 一共出土了100多件青铜器 陶器 玉器 这一座M5副藏墓 这上面是祭祀建筑 这里面埋的是刘鹤的长子 刘冲国 墓内也是一官一国 一共出土了100多件 青铜器玉器 金器陶器 在公元前59年 刘鹤并逝 由长子刘冲国继承爵位 但是刚接到皇帝的任命诏书 就拟起暴毙 然后就埋在了老爸身边 M5的规格有点高 这就是那个祭祀建筑的地基 旁边还有一口古简 这座是M6副藏墓 埋的是刘鹤的次子 刘凤卿 老大暴毙了 皇帝又下诏老二 接任海昏侯爵位 谁知道这个刘凤卿也挂了 都属于尼奇死亡 皇帝认为这是天意 停止了对海昏侯的任命 海昏国第一次被废除 直到汉元帝继位后 又想起了他的远房亲戚 再次恢复海昏国 封刘鹤的另一个儿子 刘代宗为第二代海昏侯 这一座是M7副藏墓 没有被发掘 可能是刘鹤的机械 M8副藏墓 也没有被发掘 也可能是刘鹤的另一个机械 做古人真好 这是最后一座副藏墓 M9副藏墓 和七八一样 没有被发掘 也是刘鹤的机械 最后咱们参观两座主墓 这座是刘鹤夫人墓 建筑里面是刘鹤墓 两座墓挨在一块 幸福美满 两座主墓 风土堆明显的比其他的墓要大 汉代的合葬墓分为 同学合葬 异学合葬 刘鹤夫妇属于异学合葬 这边还有个刘鹤墓的 示意图 模型 哇 车马乐器 什么都有啊 最后再看一下 刘鹤夫妇墓 共用的祭祀建筑 这里是厢房 厢房在墓的两侧 分为东西厢房 紧挨着墓的正南方 还有两栋建筑 右边是祠堂 里面是安放排位的地方 这些是祠堂的柱子和围墙 左边这栋是寝殿 咱们汉人认为 灵魂不死 鬼有求食 鬼也要吃饭 寝殿里面摆放死者生前的用品 守宁人要日上四食 淡食 皱食 西食 牧食 一天得吃四顿饭 最后就是刘鹤墓墓道 刘鹤墓仅此一条墓道 斜坡向下 直达目的 咱们现在进去了 带大家看一下刘鹤墓 长啥样 这里就是咱们刚刚在外面看的墓道 这里就是刘鹤主墓 最前面是车马库 左侧是娱乐用具库 文书档案库 武库 衣帽库 钱库 凉库 左边是酒具库 厨具库 中间是西市 东市 还有 稻洞 还有稻洞 稻洞就打在主市 正中央 东市 西市的中间 厉害啊 然后刘鹤的主墓旁边 还有个外藏车马坑 也叫真车马陪葬坑 因为陪葬的车马不是模型 而是食物 坑里面殉葬了马匹 还有彩绘马车五辆 开那两个圆的 应该是车轮 马车是被分解之后陪葬的 所以车轮保存的特别完好 但是已经和泥土融为一体 扣不下来了 最后咱们从北门出去 北门这里也有一口古井 北门的陵园围墙 保存的特别好 咱们一起看一下 汤土台 汤土台 这个是排水沟 还可以近距离体验 玻璃栈道 北门西侧的圆墙 哇 北门西侧的圆墙 体验一下 哇塞 这可是汉朝的土啊 这是北门台阶 已经看不出来了 水门东侧圆墙 从北门出来了 咱们完美结束 现在我们回南上 去南上站 坐会儿回家了 哇 这个地里面 长满了 核花 这长的是啥 水稻 是不是水稻 还写了点字 海 写着个海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逛完一共用时三小时 本来还可以更细一点 因为要赶那个666 老年团的天下 但是老年搞得太快了 刚看北门遗址的时候 他们才到 我就看看北门的时间 他们都结束了 走了 咱们再看一眼刘鹤墓 从刘鹤墓 到景区大门口 有三公里左右 一路上风光无限 观光车的终点 就是这个美食城 中午还有表演 今天中午12点整 我们在海辉实力 美食城 卫衣线上免费演出 12点免费演出 其实就是为了吸引人 过去吃饭 对不对 车最后一班12点半 所以说大家看不了啊 他一看 回不去南昌了 打车老贵了 咱们还是坐车吧 不看了 其实不坐公交也可以 门口有小车 做拼车身影 一个人35块 价格不算太贵 这个公交是10块 好饿呀 我好饿呀 这里比较偏僻 路边一个卖吃的都没有 只能回南昌再吃了 12点半 转时发车了 乘客还挺多的 这个公交是个大巴 特别舒适 我就不坐到 红谷滩配套中心了 坐到长江路地铁站 下来体验一下 南昌地铁 去南昌站